22岁来自长春学生 来 有请小王 女嘉宾小畅 25岁来自长春舞蹈老师 来 有请小畅 有请 欢迎两位 今天是女生要来的是吧 对 是想在这分手对不对 对 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 现在矛盾特别多 然后很多不合适的地方 跟她在一起心特别累 我还没跟你说分手呢 你还先跟我说分手 我觉得我挺好的 我没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 这个即使分手 也不代表谁就不好 好不好 这个您想分手吗 目前不太想 不想 你看 那好好说话嘛 怎么认识的呀 我们是在同学聚会上认识的 他是大学的同学 然后我的同学跟他同学也认识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就在一起了 三年前 哦 对 朋友圈有交集 对 都谈了三年恋爱了 对 已经出了三年了 哦 怎么了呢 为什么要分手呢 就是因为矛盾特别多 而且我俩的性格 现在觉得越来越不合 他现在对我的要求越来越多了 哦 他就要求一些什么呀 就是他太懒了 就有的时候我去他家 我从来没见过他跌过被子 那被子天天就玩了一堆 不是 我的被子都是扑的 我几乎就不跌 那行 被你不跌 衣服你跌的行吗 那衣服满天都飞了 你还不跌 因为我教跳舞嘛 我还得换舞蹈服 然后回家我还得换睡衣 平常还得换两套衣服 那我每天我就跌衣服玩了 你帮他跌呗 你爱他吗 爱他 那给他跌了不就得了吗 不能一次都不跌呀 我也有跌的时候 但是比较少 两月跌一次 他帮你跌吗 他帮我跌 你跌不是挺好的吗 说说你还不行啊 但是就是家务的各方面 他都要挑我 因为我平常上班比较忙 他是学生 他的时间比较多 但是他还是挑我 他是处女座 他对我的要求特别高 就是喜欢定一些条条框框 就我们出去玩 他都要定一些条条框框 比如说我们早上要几点起来呀 中午去哪啊 晚上在哪住啊 就所有的事都要定得特别明白 就是每次都是 所以说我跟他觉得 我跟他在一起特别累 是谁定啊 是他定好你执行就行了 还是说 他定好我执行 出去玩都是早上几点起 定的非常非常多 如果不按他的计划执行 他就又要说了 说很多事情 出去玩反正就是定这些事嘛 然后我就觉得特别累 因为我们本来出去自驾游 我就觉得就是去放松嘛 然后怎么开心 就怎么去哪都可以 然后他非要定 说定在那啊 去怎么住啊 然后到那定 然后还没定明白 规矩特别多 然后每次都是计划没有变化快 咋没定明白了 你不是睡得挺好的吗 他说定一个海景房 说特别好 我一到那去看了 那个海景房都不到十平 里面可破了 那我看你睡得挺香的 八点多到那九点 你就躺着睡 第二天起来 我现在咱俩去赶海 我五点多起来 我叫你你没起 不是赶海 那是我累了一天了 我回去肯定要先睡觉啊 再说那海没退潮 你赶什么海呀 你跟我去游泳嘛 那海退潮也不是我说了 算了 那不在我计划范围之内 对啊 所以说计划没有变化快 不要把什么事情都计划的特别好 到时候然后给自己打脸 那第二天不也是吗 第二天咱们说 那换个地方吧 去大连火车站吧 去大连火车站吃个饭 也是 他定了要去哪吃饭 要住哪 什么事都听他的 到那呢 不还是又是被坑了吗 那还不是因为你懒吗 那我也知道火车站贵 我说那个咱俩去远一点地方 是不是也溜的溜的 然后呢 刚走两半道就喊累了 然后他就搁那个 住的附近 随便挑了一家吃的 本来二百块钱 那饭吃是五百多啊 我觉得他不是说在意说 吃饭啊什么呢 他就比较在意钱嘛 他觉得钱花多了 觉得我钱花多了 那本来就是嘛 我要不看你钱 你钱是不是早都花没了 他之前要开这个饮品店 然后自己随便就找了一个加盟商 他就要加盟 然后加盟商管他要钱 他就要打 那还有我对面有朋友 他是专门就是开这个饮品店的 我问了他说 这个加盟商就是骗子 那我要破拦你 你是不是就把钱倒去了 是 加盟商那个事确实是我做的不对 但是一个当时我就是特别想创业 然后比较着急 然后可能是心急了吧 然后就差点被骗 创业也没有说 刚创业就要就非要成功 那肯定有失败的时候啊 那我现在不是开舞蹈工作室了吗 我舞蹈工作室 你可别说你的舞蹈工作室了 那高明的男的比女的都赌啊 一天天搂搂搂包包我能收了吗 那根本不是搂搂包包 那就是正常教舞蹈的动作是你想多了 正常需要两个人跳的那种交际舞 他如果说近住了看见了的话 一下就把我们两个拉开了 其实那就是很正常是他多想了 然后后来弄的那个学员就说要找我推钱 说你男朋友就是太暴力了 根本不想在你这儿学习了 然后就耽误我挣了很多钱 那不还是因为你有肢体接触吗 我看着我不放心 你说你还半夜老跟他们出去喝酒 那我能放心吗 跟谁出去喝酒 我根本其实我不是总喝酒 而且就是KTV跟酒吧我从来都不去 我喝酒只是在饭店喝 而且就是从来不跟乱妈气糟的 只有一个就是挺好的一星朋友 然后在一起喝酒 再说只有那一次我出去喝酒了 那次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他放假了 他去找我 然后就是总有女的给他打电话 然后他都没有存号码 就是一直给他打电话 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然后我俩吵架了 然后就那一天我出去喝酒了 那都是我同学 就是半夜人家问问功课的事 都咋的了 那是事吗 我觉得你同学应该不会半夜 问你功课吧 我明白你关心的那个点 说白了就是咱俩在一起 这么长时间一点信任都没有 我觉得可能刚开始有信任吧 但是现在慢慢的信任越来越少了 几次都不信任吧 对 而且他现在还马上要出国了 谁要出国 他 他马上要出国了 然后可能要去两年多吧 但我觉得这两年多 可能会发生很多很多的事 所以我就更不放心了 我觉得怎么说 然后我还比他大 我家里人也不同意 我跟他在一起 我出国那毕竟是父母的命令 父母命不可为 再说了我出国留学也是 也是为了深造 我想的很好 就是回来之后 能为我们的未来能一起打拼 然后我也想带你一起去 但是你不去吗 我这边事业刚刚成功 我不可能放下所有 放弃我的父母 所有我都不要了 然后我去跟你走 你从来只会说 你跟我走啊 跟我走 你从来都没想说 你为什么不要留下来 嗯 女生想分手是吧 对 玲玲总总说了一堆 性格不合了 男生斤斤计较了 有规划性了 嫌我懒了 听到后来听出点意思来 对吧 如果他不出国的话 还会提这个要求吗 分手的要求 他如果不出国的话 我觉得如果他继续这样下去 我也觉得可能 至少这段感情还不会现在 由你嘴里说出分手 是吧 对 男生也好奇怪的 其实你好像对这个女生 也不很满意 对不对 对 那为什么不提分手呢 毕竟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 感情还有 感情还有 你说父母命不可为是吧 爸妈让你去留学的 对啊 毕竟也是为了我好吗 你父母知道 你们俩谈恋爱吗 我没跟家里说 为啥不说呢 你父母让你谈恋爱吗 也让 但是我就是 你父母在乎你谈一个女生 比年龄大的女生吗 他们会在乎 会在乎 不是父母命不可为吗 怎么这就为了呢 所以两个人啊 都发现了 在这个情感当中 有问题了 都怕被伤害 都怕被别人开口说出来 咱俩分手吧 不就怕被分手吗 于是有人就想主动地分手 是吧 觉得那样就好一些 是吗 来我们听听老师们 怎么来分析这段情感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郭红兄 你说他懒 我倒看到了他身上 就你懒 这个问题上的散光点 你看他去找加盟商 去开饮品店 虽然失败了 但这是一次试错的过程 他就了经验以后 可以东山再起 现在他又开了舞蹈培训班 按照他说 现在应该说还是很平稳 而起色也很好 这恰恰证明 这一个女性在本质上 她还真不难 她还真不是一个 以后想靠男人生活的女 这一点你应该看到 她的这样的一个长出 所以你也很喜欢她 但是刚才说到 这个出国的这个问题 她比你大三岁 现在二十五 你出国三年 她如果等你三年 那时候她已经奔山了 如果你在国外 你陷后了漂亮的女孩 对她来说 这不是故事 这是事故 你让她怎么办 我很现实 当然两个人相爱 应该支持爱的人 她的事业学业 方方面面应该支持 但她这一点 她还真不是自私 她也要为自己想 所以这个问题 还是需要两个人 好好的双量一下 彼此为对方想 她我感受到 为什么在你的 这一个出国的问题上 她寸土不浪 作为她的底线 作为她的原则问题 一方面她担忧 时间她等不起 另外还有一个核心 因为你们两个人的恋情 你的父母还不知道 等到知道以后 你会怎么办 这是她担忧的 所以有些问题 我认为两个人 坐下来好好的双量 我们试图去解决 比如说 把这个出国的问题 先放一放 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胆量 把你们两个人的恋情 告知你的父母 然后做你父母的工作 这是一个前提 因为以后你会碰到 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 或许 她的安全管又增加了 那么然后两个人 再商量 那个出国的问题 这样就会好很多 我就说这一些 好 谢谢包红兄 来 莎达老师 不是出国造成 你们之间的问题 你们之间的感情问题 我刚才总结了一下 有三点 互不理解 互不相让 互不包容 就是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反正你说你的 我说我的 你说的我也不听 我说的你也不听 就 大家常说那句话 来啊 互相伤害啊 如果要是 以这样的一个心态 继续往下交往的话 那的确是在互相伤害 何必浪费时间呢 如果你们想要改变 这样的情况的话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相互体调 不要只看到对方身上的小的缺点 然后把这个缺点无限放大 多想想对方身上的好 他为我付出了什么 我为他做了什么 当你抱怨他 没有对你怎么怎么样的时候 你要想一想 我自己做了什么事情 值得他为我这样做呢 所以谈恋爱真的要先尊重 学会尊重对方 学会理解对方 学会包容对方 所以接下来的路 你们两个人自己看 但是啊 我觉得出国这件事情 如果决定了 不要阻拦 因为阻拦没有意义 到最后呢 还落一个埋怨 所以让他自己去选择 真的好的感情 浓烈的感情 就算他走到天南海北 也拆不散 祝你们幸福 好 谢谢莎娜老师 来 启总 我觉得你们在一起三年 只验证了一件事情 彼此对对方了解越多 越增加不确定性 出国是一件 让你们立刻要验证 或者说做出判断的 一个时机点 因为在彼此不了解对方 或者说彼此对对方 没有信任 以至于不敢去付出更多 总是要想给自己留一手 什么方式是 一旦我们不能走下去 我的损失是最少的方式 我用哪种方式 那这样的状态下去 不可能有深爱 因为彼此都在保留 都在随时可以全身而退 出国的这件事出来了 那其实他就是在 逼着你们做出一个 短暂的判断 我们到底是继续试下去 还是现在我们到此为止 我觉得后者反而是 可能更明智的选择 出国这样 让他去 千万不要说 为了我你要留下来 或者说为了他 你跟他去 一旦未来不确定 受到验证的时候 那你彼此就是抱怨了 那种所承受之重啊 可能比现在保护自己 这种压力还要来得大 还要痛苦 所以说我的建议就是 让男孩去 不意味着结束 如果在那边 真是能够验证到异地恋 也能够考验出我们的这个爱 继续交往 但如果真是去了 就变心了 这可能就是当初我们的初心 太简单 未来太多面 验证了我们彼此真不是合适的那一对人 也不错 所以不用彼此抱怨 就顺其自然 因为我觉得你们现在相爱对方的那个程度完全不够 做不到说 我要为了你去付出什么 就这样 好 谢谢 谢谢居总 来 图老师 你家里条件应该还不错吧 所以其实 他们之间最大的问题在于 这是个少爷 他所有的言行举止 在他们的交往过程当中 他都有一种莫名的优越感 再加上长得还可以吗 所以他那不是大男子主义 他是一种骄傲和优越感 家庭条件好 自己又长得还不错 但其实是靠自己 但是相对比于你 而他 其实他挺不错的 一直自己在创业 从整体的 自我奋斗的角度上来说 这个女生比你强 但是女生却莫名的 又有点自卑 是吧 其实你今天说那句话 特别没有底气 说如果你留下来 我们就在一起 你明明知道 不管他是走还是留 如果他不改掉 他的少爷毛病 如果他不自力更生 如果他不消除自己 那种莫名的优越感 把自己放在一个 跟你平等的位置 你们即便他留下来 你们也是不可能在一起 跟他在一起 你明明显显 能够感觉到一些不安全感 你拼命地挣钱 创业 为什么 就是希望能够 把自己摆平在 跟他同一个位置上 他随便向父母一张口 就是一笔钱 你却要奋斗很久 所以这是不公平的 跟一个长得又帅 家庭条件又好的 一少爷在一起 表面上看上去是风光的 大家都羡慕女生 但心里苦不苦 只有你自己知道 坦率地来说 我认为这个男生 不是你的菜 至少现在还不是 等到他什么时候 能够自力更生了 他能够懂得去 从别人的角度 看待问题 懂得在生活当中 细心地照顾 别人的感受的时候 也许 那个时候 他适合恋爱 而你是不是要陪读 陪到那个时候呢 那是你自己的选择 所以 无论他走还是留 我认为 你都应该把 自己的自信提起来 他应该把优越感消除 爱人生活当中 一定是平等 就这个 好 谢谢杜老师 好了两位 琢磨琢磨 沉下来吧 各自做各自的事情 留学顺利 现在很多人都急着出去留学 留学完了之后 又要回到这片土地上来 这里面有很多问题 其实让我们思考的 你也考虑考虑 留学到底是为了什么 如果我真的是学习去了 好 如果要是镀金 不如踏踏实实 国内好好你干个三年 你认真干三年 你再说 好不好 所以感情的事 我觉得你们可以先放在一边 因为生活才刚刚起步 都先想要个人前途 最后再谈恋爱 别来不来的 都养活不了自己 在那谈恋爱 有啥意思 花的都是别人的钱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年 我 其实我 出去 出国 我 还是想和父母好好商量一下 如果真要说 父母必须让我去 我觉得你就根据自己的心走吧 怎么想的 然后就怎么去做 我觉得我还是在这边 好好开我的舞蹈工作室 我觉得挺好的 其实我 也还是很想留下的 但是 真的父母这关 我 我可能过不了 嗯 好 请亮灯 两位请回吧 谢谢 谢谢 请回啊 请关门 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我自己的命运 回家跟你妈先好好聊聊 好吗 谢谢你 秦辉